我遲些去北京 由一段時間沒得揭演 還有沒得開Youtube直播 我決定在我的網站 開一個收費的要註冊的網頁 叫做 農情蜜儀 農情蜜儀 是一個我們大家可以交流的小天地 是我們大家可以交流的小天地 就是這樣 去年是5月30號公佈了 我會創立一個小天地叫做 農情蜜儀 在6月1號正式開始 很多朋友在第一天 已經立即註冊加入 但有些朋友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在6月17號那天 在中環碼頭幫大家註冊加入 很多地方沒有債 是啊是啊 很多地方沒有債 我們不可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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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聽歌 這個姐妹呢 為了一些 這裏都在 入教到這個 哈哈哈哈 我偷偷入的 是啊 我們準備請幾個保鏢 哈哈 維持持序 打 手 打 手 最好的衣服 時間過得很快 下個星期二 即6月1號 就是農情蜜儀的一周年 為了慶祝一周年 當晚我會開一個 農情蜜儀的獨家鬆的直播 我準備了第二集的 不講你不知道 形式和去年的聖誕節 做第一集一樣 好 開始 大家關咪了 我又說給你聽 小農女農庭鬆直播 不講你不知道 開始 第一 先人獎的誘惑 我在2019年9月14日 發了一個佳演的預告 當時很多人問我 在哪裏有這麼大的先人獎 很多人 好了 再在這裏 很多人猜了很多地方 但是沒有人猜中 現在我告訴你 好嗎 橫聲直播 唱什麼歌 今年5月4日去環星 直播消息一出 很多朋友 立即 猜我當晚會唱什麼歌 記不記得最後唱了什麼歌 還有 但別太難聽到 我也想唱了 不諒情 對 你剛才都說得對 唱右邊 十 這樣都猜到 好,三位朋友準備開麥克風 一位是溫哥華 《龍情蜜兒》古歌名 很難找一些駕駛給大家 因為駕駛沒有太難 但又不可以太容易 最近用了兩幅漫畫 當中的兩首歌都被你們猜中 最後第十題 有不說你不知道 改為 你不說我不知道 我現在找溫哥華的袁先生 溫哥華的袁先生準備開麥克風 美妍姐姐準備開麥克風 Alan 準備開麥克風 Alan 在第二集中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不說你不會知道的事 我當晚都會告訴你們 有關這個 《我只喜歡你》這首歌的秘密 龍情蜜兒的好朋友 希望你們下一個星期二晚 晚晚有時間 可以來參加這個 慶祝一周年的 獨家松的直播 到時見 你來 不下曾經的纏綿 在點滴之間 苦痛的輪環 付出的感情 不可避免 我來承認 我來承認 你飛得更遠 我不停的 我不停的見到 只想做的更好 就算不能白頭偕老 該有的祝福 該有的祝福都要送到 很開心那些過往的美好 我保持著微笑 只要你心情好 就算不能天荒地老 該有的祝福 該有的祝福 努力去找 不後悔那樣的神魂顛倒